但是後來我覺得判決是我比較想起這個 所以我就把這些東西 我先辦來用短講來講 那我可能下次聽個鐘出來聽這個嘛 那麼主要是 因為最近我是蠻好奇說 到底政府組織長什麼樣子 或者是每一個政府單位裡面 有多少公務員 他們分別是什麼幾支等 或甚至說那個公務員人是誰 我會想去找一個這樣的資料 但是我之前找了很多地方 發現這資料其實分擔在各地 那如果能夠把它集中起來的話 或許這些資料 我能夠做一些很有趣的一些分析之類的 那麼首先我就是開始找說 那到底哪裡有政府組織這個資料 我就發現到所有的政府組織都會有一個 任何組織都會有一個叫做XXXX組織法 例如說行政院本身就有一個行政院組織法 然後他的那種組織法其實內容都還蠻像的 例如說他請問一想說這個部是幹嘛 這個行政院是拿來幹嘛的 然後那個他下面有什麼資訊 副屬部門 所以我們就看到這邊有行政院內政部 行政院外交部 行政院國防部 所以同樣就可以找到有一個 內政部組織法 外交部組織法 國防部組織法之類的 所以我這邊也有開一個 內政部組織法 然後內政部下面也會講說 他下面有民政司 有部政司 有社會司 所以我們只要透過這一堆的組織法 其實我們就可以找出 就是所有政府組織的官僚 不過當然這個東西 政府也有我們Data 我等一下我再修理大家看 那除了剛講的部門以外 他會有一些什麼委員會之類的 像這邊什麼國化會或什麼之類的 然後剛講的這是部門的部分 但是還有人的部分 人的部分他這邊也會講說 他設置了政務委員 七到九人特任 然後政務委員得監任 或是他設了 好像故宮國務院 也是屬於行政院下面 所以這邊也會寫出來 或是中選會啊 公平教育委員會 然後這邊也講說社院長一人 副院長起人 秘書長 秘書長是起職等 副秘書長起職等 所以其實透過這些文字 知道我們就可以 只要能夠去發 比如他去解決他 其實我們真的是可以知道 每一個辦公室裡面 現在有幾個公務員在 每個公務員分別是起職等 多少個升上來的 所以這是行政院組織法 對 那個這邊相關連結 我都有把它貼在那個 就是剛剛的那個 Squid sheet上面黑黑的裡面 所以如果大家想要看的話 可以進去那邊一些看 那再來就是 內政部組織法 其實也是剛剛很像 就是內政部下面有這些 什麼什麼絲 什麼絲 然後內政部有請政署 然後所以我們也看到 內政部請政署組織法 這個就幾乎全部都會有 所以這邊也有 就是國立故宮國務院的組織法 然後他故宮國務院要負的做什麼 還有院長一人 副院長二人 什麼職等 OK 所以 所以像地方政府也會有 例如像台北市 台北市也有台北市的政府組織自治條例 然後以及台北市政府各部門的 所以其實所有的地方政府也都會有 像台北市政府的組織條例裡面 就包含說 它包含了各式各樣的局處 然後以及像翡翠水庫也是台北市管理的 翡翠水庫管理局也是 所以我們也可以找到一個 就是台北市的 台北翡翠水庫管理局組織條例裡面會想說 它設有多少人在裡面 OK 那剛剛講的 其實我們不用那麼辛苦 就是去爬一堆法律 其實政府有個資料叫做 政府機關唯一識別的代碼OID 然後在OID裡面 就是包含所有的組織單位 以及他的ID 那我有做一個 就是一個可以展示的一個頁面 網址是OID.G01.Running.TW 裡面就已經把就是 所有政府單位已經有書章列出來 所以假如我想要看行政院 我可以點行政院 然後裡面就會 行政有哪些部會 例如說 看 法務部好了 法務部裡面也有分很多的 例如法務部有 法務部調查局有 最高法院檢察署 然後調查局進去裡面也有很多 它處是什麼的 所以其實這邊 其實這些資料 其實是完全是 剛剛那一堆堆堆的組織法裡面 就是經過可能政府那邊的人士 還是什麼 不知道哪個真理出來的 有OID的資料 所以等於是有所有政府單位的試點嘛 那麼這樣我們有個組織單位之後 再下一步就是想要知道人嘛 那想要知道人的話 我之前有找到幾個資料來源 例如說像總統府那邊有一個 總統府定期每個月會 不知道每兩個月還多久會 會有任免官員的一個公報 所以裡面就會包含非常完整的 你看看看 就會說最近這一天有哪些人晉升了 然後會有什麼姓名 然後他是幾支 他是在哪一個政府部會下面的 那這邊呢都是用文字的資料 那之前很感謝就是政大有一個研究團隊 他們花了很多時間 然後去把那些文字資料整理出來 所以他們有做成一個叫做 政府人士異動資料圖 那這邊你就隨便輸入一個政府的人的名字 例如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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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一塊好 像一塊有做過些什麼 所以他做過特任主任委員這一句 應該也好壞嗎 換掉了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他的經歷 他的2008年520的時候 他特任了一個成功成功成功委員 然後後面會找到他是在哪一年的 就是哪一個月份的那個總統府公報裡面的資料 所以透過這樣的東西可以知道 其實誰誰什麼時候在哪裡 然後這邊還是沒開 然後除了這個政府人士異動資料庫以外 還有一個資料來源是 各地方政府獲得是立法院的質詢紀錄 例如說像這是一個質詢紀錄會議署的報告 其實裡面前面的列席資料 我們就可以知道說 這個是個103點8月4號的會議 然後會議的時候 民政局局長是黃綠錦如 所以我們只要透過這段文字 我們知道這個時間點 這個人就是民政局長 那我們只要能夠把所有的立法院的公報 或各地方政府議會公報這樣都排過一次 其實這樣的誰誰在什麼時間點 當什麼官員 其實都可以透過在前面抓出來 然後還有一個資料來源是 監察院的陽光法案的財產申報 因為財產申報裡面就必須要告訴你說 他那個就是他的財產 他是在什麼職缺的 然後他必須要公布他的財產 一樣要這樣一畫 所以他在6月99年6月2號 只要是內部部長 然後到102年3月2號 他變行政院副院長 所以我們這邊也是可以得到一個 就是職缺的紀錄 然後這個地方 假如想要把他的資料的話 他這邊雖然不給你搜尋 就是不給你直接用送出的 他會說請輸入常用自傳 但你只要空白一格然後送出 然後這邊就全部了 所以其實我是想要說就是下次提案就是 我們可以大家一起努力 把這些地方的資料全部都拔出來 我們會就可以得到一個 就是政府各組織有多少人 然後以及這些人事的游動資料 例如說可能有 可能像馬英九之前 從台北市長變成中共的時候 會不會有一堆人事 就跟著從台北市政府 跑到了中央去了 那我們會就可以追蹤看這些人事的變化 那麼下次我就再提給他 那這些資料就是大家可以隨便看看說 跟政府組織的一些各式各樣的組織脈絡 好 以上 請問一下那個人後面的那個號碼 是他的公文資料嗎 那你說哪一個 就是你的那個網站 我的網站 對 對 我剛剛忘了提到這個 我這邊我已經把那個就是 財產申報之後有回進來 那是日期 就是說例如說 這個幹部訓練所 這幹部訓練的進行裡面 就會有那個 這個人他在2005年6月20號時候 當過主任教官 然後這個神聖華也當過主任教官 然後點進去的時候可以看到這個人 他當過調查局的專門委員 也當過幹部訓練所主任教官 找個比較熟悉就好了 例如說 文化部 這邊就有列出 印象中我這邊應該是從事財產申報之後 已經把它爬出來放進去了 所以我們可以知道說這些是 是那個時候做財產申報的主任委員 然後 這牧次長 處長 這龍英台 不過他應該只當過 他當過台北市文化局長 所以這邊其實下面也可以讓大家查一下 現有一些資料 就是誰誰什麼時候當過什麼 然後點進去可以看 這個人的一些從政的經驗 那也希望這個資料能夠更加擴充 例如說把各議會 各議會或各剛上的議會 或者是總統公報或什麼都能夠匯進來 那這邊就會變得有天好完成 所以這一個是已經把政大內的放進去 政大內我還沒放進去 那這個處長是放進去 還是政大內 我覺得我也忘了 處長應該其他地方沒有 那應該是政大內的資料 對 那應該放 還沒忘了 很厲害 好 謝謝Ronnie 其實我 謝謝你 謝謝你